又到了年终了 很多人需要写年终报告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年终会议 年会 年会上怎么开 大家现在都知道 国企国内的企业 都是打鸡血式的会议 这个会议需要给大家很多激励 鼓励 要坚持住 要把明年怎么怎么样 要踏平谁 要怎么怎么 总之这个形式特别的多 甚至于发战符 你看这个就是 这家公司就给每个人配一件迷彩符 是吧 这个搞很多活动 来让大家团结起来 坚决应对明年的挑战 当然你换到老外的公司 他就没这么多打鸡血的事 都是比较懒懒散散的 这个文化很不一样 别人懒懒散散 当然也是一种做法 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所以老外公司扛不住了 现在实在是太懒散了 太随意了 这个公司文化 也不要加班 也不要干嘛 还每年要讲休假 还要outing 是吧 你们都玩坏了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矛盾 但是从长远来讲的话 你要做一个生意 或者说做一份事业 真的没必要天天给自己搞得很紧绷 像日本一样 那个自杀率那么高 我想这种打鸡血的方式 最终注定还是会有它的后遗症的 或者到了某一天 舆论也会叫停这样的做法 否则这种搞法全世界无敌 那你都全世界无敌了 将来怎么跟自己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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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